德云社四百多个男小的演员 为什么就我一个女孩收下了 选人都信错了 赵云一作为德云社首歌女弟子 备受网友们的关注 因为郭老师曾说过不收女徒弟 不是因为性别歧视 而是相声的杂卦 调侃 伦理根并不适合女生 当然这里面最为突出的就是伦理根 如今 距离德云社隆字科学员首次登台 已经过去一年多的时间 特别是在前几日 郭德纲晒出了19位首批德云社隆字科名单 看到名单中并没有赵云一 这让许多网友非常的费解 在节目中赵云一也回应了此事 前两天有当给了隆字吗 以后给了十几位 对 那位其实不是什么的 那个十了 天出地面 那是哪位 我呀 郭老师想两个男孩嘛 随便的儿子 随便的儿子 非一个女孩 不能喝她随便的 没错 得认真 得认真 放昔字脸 嘿 嘿嘿 这不行 啊 不好听 嘿 这也不好 嘿 这还不行 翻过 翻了三天 啊 那么没找自来 他是不认识的 哈哈哈哈 什么认识的 三天发不出一个字呢 不合适 都不合适 都不合适 郭老师想不想 算了吧 啊 就别给这个红字了 开始乎吧 哈哈哈哈 你这么想让我走吗 那倒不是 好不容易有一个真女子 跟我合作 哇哦 那怎么着 好不容易有这个女的对不对 就给个云字吧 各位 我叫赵云一 虽然没有次子 但看得出来 郭老师已经跟赵云一聊过了 首批次子 没有赵云一 郭老师也有自己的考量 毕竟赵云一 作为现如今德云社唯一登台的女弟子 想要通过郭老师的认可 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赵云一也发文表示 对已经次子的学员表示祝贺 如今赵云一已经加入了正式队伍 在德云七队进行演出 不知道会不会有机会和春节一起合作 那场面想想就觉得可乐 好梦子 你的狗尖嘴 中央 看看我是谁 上星辫子 冠军威 下牙朵 三宫路人的娘娘和天飞 自从赵云一登台演出以后 赵云一的表现 可以说是可圈可点 无论是灌口还是唱功 都得到了观众的肯定 特别是创作方面 作为德云社的女学员 许多作品中的段子都需要重新创作 赵云一独特的开场方式 也赢得了许多观众的喜欢 这场听着好呢 有意思 觉得可乐 觉得只是下次还想来 出现夸 您不也得知道夸谁吗 那当然 我叫赵云一 谢谢 好 今天旅游来的朋友们啊 别买东西 这过来也听 像是被我们骗也就算了 知道吧 玩偶的一些钱就别费骗了 哪儿的事 这花钱来着 买的是开心 您下次来 别买我们这票 买哪儿啊 因为确实这都不认识吗 买我们对面 对面 哎 鞋对面 那边有个三庆园 对 那也是我们剧场 那也有我们这儿的演员 那边好吗 也是赵云一 不得不说 作为龙字科的大师姐赵云一 可真敢说 估计玫瑰园 又要添加新的贵宾了 自从登台演出以后 赵云一也非常有观众缘 每一次试像 都能赢得观众的掌声 老汉先生 直播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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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着东老太师 风文到来 你多 比我这儿大师父 超好 我也终于忘顺的 斯文打探 好 几位 看到赵云一如此的可爱 也有不少网友表示 谁还敢说 德云社的伙食不好 自从秦潇贤 在舞台上表示 德云社伙食不好的梗扣 赵云一的出现 可以说打破了这个谣言 赵云一也从刚开始的肩下巴 变成了如今的双下巴 你们就不用开瘦脸了 我要瘦了 你不要瘦 减肥呢 你这样减肥呢 别减了 您现在多少 1200 我可别喊我这多少 没喊 120 你现在120斤 120斤 那您打算减到多少呢 119 通过一年多的舞台经验 看得出来 如今的赵云一 在舞台上 也越加的游刃有余 特别是舞台节奏和感觉都很稳 而且还能时不时地跟观众进行互动 继续努力 相信德云社早晚都会有赵云一的一席之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